圣经怎么提到存在呢 圣经告诉我们 我们不是自存 更不是永存 什么叫自存呢 不需要别的 不需要来源 不需要别的根基 我是我存在 这个叫自存 有没有一个人是自存的 没有一个人是自存的 那我们的存在 是一个客观的存在 或者是一个主观的存在 我们的存在 是一个暂时的存在 或者是永恒的存在 你说唐牧师 本来很简单 跟你越讲越复杂 本来我早就懂 跟你讲得越来越不懂 我告诉你 你从来不懂 你从来不知道 什么叫做存在 所以今天我要 打开你的眼睛 我要刺激你的思想 给你思想 你没有好好思想过的问题 我是存在物 但是我又不是物 我之所以把自己 当作一个我 除了我外面这个身体以外 我有另外一个超物质 超物身体 里面的存在 不是物质可以代替的 我问你 你在哪里 你就很难回答我了 我在这里 这个就是我 这个不是我 这是我的胸膛 这个就是我 那不是我 是我的鼻子 这个就是我 那不是你 是你的头发 那你在哪里 我就在这里 这里就是这里 我就在这里 连你在哪里 你都想不清楚 你看你的头 有点高一点 你想你的脚 有点太低一点 你后面羊的时候 它太后面了 你前面羊的时候 你感到太前面 在你前面 在你后面 在你上面 在你下面 这些都是你以外 靠近你身边 很相近你的位置 的另外一个东西 你在哪里呢 你没有办法讲出来 我在哪里 我在这里 就是我的衣服 不是我 我在这个里面 多里面呢 你在你里面 多远呢 你在你里面 多远呢 我相信 有知识 深入思考的人 都知道 越问越困难 1600年以前 有一个我认为 是世界 28个最聪明之人 之一的 这个人叫 Augustin Augustin 说上帝 我来找你 你在哪里呢 我向外找的时候 我发现 你在我里面 我不必向外找 我向里面找的时候 我发现 你比我的里面 更里面 你越听越乱了 我训练你一下 你就变成更聪明 我相信 我们越明白 上帝的道 我们一定 越来越聪明 如果有人 本来很聪明 后来听我讲道 变成更笨 那我早就 不敢做传道了 你听了这些 你一定更聪明 上帝 我在我里面 我跑出来 来外面 要寻找你 我在我的外面 寻找你的时候 我发现 你不是在我外面 你是在我的里面 我转过来 向我里面 探求你 我向里面 探求的时候 我发现 我多么深的里面 还不是你的居所 你在我的里面 更里面的地方居住 所以我怎么能寻找到你 这个人 影响了世界 其他以后 最伟大的思想家 好像巴哈 影响了 莫达 埃登 贝多芬 瓦克尼 所有的思想家 我相信 奥古斯丁 也影响 他以后 所有的思想家 甚至二十世纪的思想家 无论是 卡尔巴 无论是 布鲁 无论是 格尔 无论是 法国 在这个三个世纪 以前的 迪卡 全部都受 奥古斯丁的存在思想 所影响 那么 底卡 讲一句话 因为我思想 所以我存在 这句话 不是太正确的 奥古斯丁 早就讲 因为我思想 所以神存在 这些思想家的思想 真是非常神奥 我的存在 是一个不可推翻的事实 我的存在 是一个不可抗拒的自我 我的存在 是一个 或生生 与我在一起的 这个货物 但是 这个存在 是什么意思呢 我怎样 处理于我的存在 有人说 我的存在 是被生出来的 但是我要问 是谁 把我的存在 生出来呢 有的人说 我的存在 被抛下来的 但我要问 是谁 在什么地方 把我 抛到这个世界上 在2400年以前 希腊出了 三种哲学 一种叫做 Stoicism 一种叫做 Apicurianism 一种叫做 Skepticism The last skeptic 叫做 斯多尔派的哲学 Apicurianism 叫做 韦洛派的哲学 Apicurianism is about Skepticism 叫做 怀疑派的哲学 Skepticism is about 我现在稍微提到 Stoicism 一些重要的思想 Let me briefly mention them The stoicism 对人的存在 Stoicism towards human existence 它感觉到 人是从 万有的母体 被拿出来的 一小片 They believe the human being is a fragment of a mother body 好像 我是一杯水中间 被破出来的 其中的一滴 Like a drop of water from this bottle 这一瓶的水 本来是完整的 It original is complete 是一体的 It's one body 是整个的 It's whole 是不分开的 It's not separated 我把它摔到的时候 But when I flip it 有一些的地 就跑掉了 Some water will come out 那我是谁呢 So who am I? 我是那 抛出来的一地 I am but one that came out 自从抛出来以后 And since it came out 我变成一地了 I have become a single drop 我就发现 我存在了 So I discover like this 我的存在 跟我的母体 已经没有关系了 But now I'm separated from the mother body 我能不能回去母体呢 Can I return to the mother? 不能 No 我能不能回到 原来的地方呢 Can I go back to the original source? No 那我这一个 摄散的一地 This drop that has been lost 變成个体 都知我的存在 It's now an individual objective existence Now 为什么这一地 会救它自己存在 But why is it aware that it exists? This is a very深奥的东西 This is most profound 我救我是存在的 I am aware that I exist 却不救到我是从哪里来的 But I know where did I come from How was I thrown into the world? Beauty到这个世界以前 Before I came to the world 我是连在那一个母体里面 Which mother body am I? 你现在在哪里呢? Where is this mother? 我能不能回到原来的母体? Can I go back to the mother body? 或者我永远就是 色战 流利 流浪 在宇宙中间的一个小个体呢? Or am I forever lost as a single body? 那我这个小个体要到哪里去? And where am I going? 我这个小个体 存在的价值是什么呢? What is the value of this existence? What is the value of this existence? What is the value of this existence? What is the meaning of my entire life? 结果现在想起 想到头破了 也想不清楚 But in the end You just have no answer 想到头分脑 也没有答案 结果你回到现实 不管它了 就乖乖豁下去了 所以他说 Well forget it I just have a normal life 就从主动要明白 变成被动莫名其妙 豁下去 They started trying to understand But in the end 每天早上起来 洗脸刷牙就是了 不必多讲话 每天肚子饿 到山庭找东西吃 不必多思考 每天晚上太累了 就睡觉了 也不必再计较了 一天过一天 一年过一年 一段过一段 有一天 医生说 你有癌症了 你在两个月就会死了 你那时候又再回头想了 不但我存在 伤害我存在的癌症 也存在 它存在比我更现实 它存在是 对我存在的威胁 它存在是 对我存在 很可怕的一个昏傍 所以你就面对现实 你的存在中间 开始不是挂力 而是焦虑 那么现在呢 你不是 worry it's not just worry 你是 anxiety but you are now anxious Now worry is worry Anxiety is anxiety 挂虑是挂虑 挂虑跟焦虑 焦虑是焦虑 有什么不同地方 焦虑比挂虑更烧焦了 也更焦急了 更惧怕了 有的人要把这两个 最个解释 分开什么是挂虑 什么是焦虑 我写了很多的文章 我四十年前 我三十岁 三十多岁的时候 我就受这些东西刺激 所以我告诉你 我做年轻人 比别人更痛苦 因为他们想什么 都不想到 这么深入 这么详细 这么复杂 所以要找人 更多讨论 根本没有人 要更多讨论就是 你这个人神经有病了 想的都是不重要的事情 我心里说 不重要的是你想的 不是我想的 我想的很重要 所以那个我是 世界上最孤单的人 那你跟人谈 没有人要跟你谈 有一些跟你谈 谈一半 他跑掉 他说没有兴趣 好一些人说 谈来谈起 谈不懂你在讲什么 所以一个哲学家 一个思想家 是一个非常 孤单的存在者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 这样的经验 至少你今天肯来听 表示你是比较 属于孤单的 这一群人 因为那些不懂这些人 也不听 也不讲 也不想 也没有兴趣 那我就这样 过过过到 四十年 以后变成今天 那么感谢上帝 我讲这个题目 还有这么多人来听 表示你们 至少是比较同情 我这个孤单的人 的一些孤单的人 我们再讲下去的时候 可能产生了共鸣了 而你开始兴趣了 原来存在是这个意思 我看不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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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